放眼律史长河,从古代开始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便从未停止,放眼当今全球,各国家之间的关系亦可谓变幻默测,今天是并肩作战的国有,明天可能就是相互厮杀的国敌,以至于分不清是敌是友,而令人意外,令人吃惊的是,中国与巴基斯坦貌似是个例外,两个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好一阵待一阵,而是一直和平共处,友好往来。 那么,这其中到底牵藏着什么秘密呢?中国与巴基斯坦能长久维持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?原来,这与两国之间的互帮互助是离不开的,1757年后,巴基斯坦和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,二战结束后,印度再次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,1947年8月14日英国实行一八分治,巴基斯坦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省,1951年5月21日,中巴两国正式建立。 1956年3月23日,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,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多次武装冲突在一定程度上,增进了中国与巴国两个国家的关系。 在1960年初,中国的国际地位仍不如今日这般显赫,当时的中国与美国、苏联之间的关系较为僵硬,而美苏同时也在极力向印度示好,试图说服印度共同对付巴基斯坦。 当印度有美苏撑腰后,便开始仗势欺人,在20世纪前后供发起了多场战役,印度首先变向它的邻近国家,中国挑衅,为此才有了后来中国对印度的反击。 由此,两国之间关系也开始走向僵局,顺理成章的,中国与巴国开始慢慢靠拢,两国关系日益紧密,再加上在后来多次的印巴战役中,中国都慷慨解囊,即便是在国家处于低迷状态,自己发展都成问题的窘境下,仍然坚持帮助巴国,不仅给予生活物质的支持,还给与技术上的帮助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印巴两国第三次战争爆发时,苏联选择了站在印度这一边,并对其积极扶持,而与之匹敌的巴国则遭到美苏的残忍抛弃,就在面临王国的困队之境时,印度边境受到来自中国军队的压力,这给巴国带来了光明与希望。 中国这次的关键出击,不仅是得巴国脱离王国危险,更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密,在相对和平没有消焉的时代,巴国也会时不时地得到来自中国的帮助,这不单单是平常物资的辅助,更有国家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,喀拉昆仑公路便是最典型的代表,它是中巴两国共同修筑的铁路,象征着中巴两国的友谊,该公路途径中国新疆喀什,喜马拉雅山脉西端等, 其间还包含着中巴边境口岸,最南南至巴国的塔科特,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铁路,在中国境内有近400多公里长,而为了修筑该铁路,中巴两国将近有700人因此而牺牲,而在中国面对自然灾害时,巴国同样以中国对待它的方式给予回报,在问川发生地震时,全中国共同为四川地震灾区哀悼,巴国二话不说,在中国人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调来了物资, 有些甚至是自己国内用于应对紧急情况的储蓄用品,其实,中巴两国的关系也并非一蹴而就,从一开始,便这么彼此合心意的,早在1951年,中巴两国便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,但是,一开始两个国家之间并没有多大的交流,正是由于各种机缘巧合,以及在说变就变的国际关系影响下,两国的关系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, 20世纪,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走得艰难虚折,而外患也源源不断,在90年代时,美国联合其他当时在国际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国家,试图打压中国,以此消磨中国的锐气,而就在制裁议案即将通过时,巴国始终秉持自己的主张,坚定地维护中国,在巨大压力面前,巴国不是其他与中国关系友好的邻国 放弃自己的投票悬,而是无所畏惧,没有丝毫的犹豫,毅然决然地选择坚定,无可厚非的是,当时八国所投的反对票,取到了关键性作用,正是这坚定的一票,使两国之前关系更加坚定,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的热情也是有目共睹的,2011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做了一项调查,关于世界各国不喜欢中国人的比例,结果显示全世界最喜欢中国人的是巴基斯坦人,第二喜欢中国人的国家, 大家一定想不到,这个国家就是朝鲜,而第三名就是伊朗,当然,这么排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但即便是这样,巴基斯坦排第一肯定是无可厚非的,回溯历史,我们可以发现,在新中国成立之初,中国遭受了诸多白眼与反对,在不被众多资本主义国家看好的情况下,巴国选择相信中国,同时,也是在众多穆斯林国家里,率先带头承认新中国的穆斯林友人, 正是两国之间的相互坚定与支持,才使得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友谊之路绵延不绝